如果这个时候我的获利预付 我点错蓝了 怎么办 那如果我点错蓝 我想要重算 对不对 千万不要用这个复原 因为这个复原是当你还没储存档案 还没离开档案 你还有复原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假设当我今天发现 预估获利点错格了 好所以我点它 是不是全部都选到了 Delete 然后重新游标移到J2这一格 然后去输入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总价 总价记得怎么选 点到它 成 当然啦 如果你这个时候点到它也可以啦 可是我会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方式 算出来都正确哦 只是 那个观念不太正确 好 虽然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好 可是我还是建议各位 正确的一个算法 对不起 正确的一个算法 是不是应该 点 总价 记住哦 我们现在都只有栏位名称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成 我们的进度 好 那我们 这是 如果我今天不小心算错的话 怎么样去做 记住哦 我的做法是先清掉嘛 清掉之后我们再重新算一次 好 接下来我们就算一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的函数咯 举例来说我想要知道哦 这里面 这里面 例如说 建党日期 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 例如说 哪一年 因为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想要去比较2008年的销售 跟2009年的销售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创造出来一个年的资料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好 那我个人学习那个函数的使用是这样学的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今天如果我很清楚知道该怎么做 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就很容易去完成做到这件事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我会把我要做的事先写出来 然后呢 再去找关键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现在呢 我要做什么事 好 我嘛 我 我要计算 我要计算 这一笔记录 好 第一笔记录 是哪一年 对不对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算出这件事 好 真的 等一下你可以不打这个记事吧 可是呢 我只是想要问你 您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字是什么 是不是年 关键字嘛 了不起一个字 两个字 最多三四个字可以吗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当你今天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事 所以 就有一个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想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要做什么 做什么 然后我就直接回信 问他说 请问您描述的过程中 关键字是什么 要不要动手来去查一下 哦 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好 刚刚关键字哦 是不是年 看得清楚吧 我只是为了方便 方便大家看这些字的时候 看得很清楚 我要计算第一笔记录 好 所以关键字是不是年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怎么做 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 我都是用搜寻函数的方式 搜寻函数这边 我要输入什么 年 然后点选 开始 好 那 最好是打英文字了 你们可以理解 因为这是 美国人写的 到了2016版的时候 它跟中文的结合是很高的 在2010年这个版本 跟中文的结合不太高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请问PV里面 有没有年这个字 有啊 它是要算什么 年金限值嘛 我们现在不是要算年金限值 那Price Price这里面 你这样看 可能没有跟年有关系的事情 但是在英文的表达里面 它是有year这个字的 好 我只能说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呢 我们继续往下找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year 好不幸哦 它在满下面的 有没有看到 year 但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例如说你会不会找这一个 不会嘛 可以了解哦 如果你这样子从原本的大海里面 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 小脸盘 然后里面去找那根针在哪里 的这种感觉了 好 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找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 找到了year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这个 这个serial number 我要放什么 好 我不晓得 没关系 这边它就会指 它就会讲了 serial number是什么 是日期 serial number 所指的是日期 请问这里面哪一个是日期 是不是见等日期 所以呢 有没有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确定 好 那接下来就把这个蓝1改成叫做什么 叫做棉 这边 我先放下来就把这个蓝1改成叫做棉